奥尼尔真是巨人身材 身高2米16体重300斤 在NBA都是巨无霸存在 他能在NBA那么成功 能够进入历史前十 这样的身材很关键 这真的是天赋 如果是放在普通人面前 那真的是降维打击 哪怕是很多我们公认的肌肉 在奥尼尔面前都是显得小鸟依人 有说有图有真相 今天我们就通过五位肌肉男对比 你就能赶紧 感受到奥尼尔的夸张 C罗没啥说的 他的肌肉在整个足坛都很出色 就是肌肉强 他状态才那么好 作为三巡老汉巅峰已经够长了 只可惜奥尼尔在他面前 C罗真的就像是高中生准备去上课 而奥尼尔则是他的贴身保镖 施瓦辛格如果是关注健身的朋友 应该认识 他是健身界的前辈了 自立相当深厚 他年轻时肌肉很爆炸 没有这身肌肉 终结者的角色也轮不到他 奥尼尔跟他合影过 施瓦辛格真的就是路人身材了 根本看不出一点训练痕迹 泰森矮了是矮了点 但是架不住他拳头厉害啊 他可是拳坛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 他的一身腱子肉很夸张 脖子感觉就像是水桶那么粗 他跟奥尼尔出席活动 泰森在奥尼尔身边 就是一个小胖蹲 一点看不出当年拳王的霸气 美对克里斯埃文四人气高 本来颜值就出色 身材还那么好 难怪那么多女生为他疯狂 这一次美对健身房偶遇奥尼尔 自然少不了合影环节 结果当照片出来 奥尼尔依旧高大魁梧 而美对则显得很苗条 最后就是强森了 这算是体坛合照的名场面 强森也是因此被嘲笑了很久 强森的身体底子很出色 他是真属于NBA坦克型后卫身材 高度也足够 最起码在荧幕上 强森真的是超级硬汉 但是在奥尼尔面前 他真的像戏狗 就奥尼尔这手臂 感觉比他的大腿都还粗壮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